第一张好不好 我们第一张就先来开箱 大家来猜猜看到底一张是哪一张信用卡 其实华南一厂在2019年 他又发行了蛮多的信用卡 对 只是不知道大家晓不晓得说有一些优惠 就是他有做一些各级新这样 我这个事先都已经有先处理过了 所以你就不怕看得到那个个子 好了 他里面你如果办信用卡 你可以拿到两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他的发卡函 对开卡函 然后第二个话就是他的权益条款 他现在权益条款都是使用 他先把它弄住 看一下 我是用光碟 其实我觉得还是没有非常的环保 其实他可以使用电子邮件记就好 这比较简单 但是他以前更不环保 因为他以前都是记那种一本一本 那我华南卡我大概办了三四十张 所以我自己家里面就有 就是一大碟全部都是那个华南的 那个信用卡权益手册 这都是很不环保 对 那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卡片是 咚咚 有没有猜到 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爱网购生活卡 对不对 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主题 咚咚 OK 这个爱网购的生活卡 其实是最近大概是一月底的时候 开始就非常行的一张卡片 那也有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做个介绍 如果有人还不知道的话 他这张卡片 他这是他2019年新推出来的卡片 其实还蛮好看的 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卡面也是设计 就是说正面的部分 就是完全没有个人的个资 然后它的背面的部分 才是你的个人个资 这样子 你可以看一下 它背面就长这样子 对 这样子 这样看的话就比较清楚 就是它背面就是简单的白色 对 它也算是平面卡 所以说 如果你是喜欢爱网购生活卡的卡面的话 你倒是有机会可以去把它搬下来使用 这样子 对 这个是你下个月要来办的林文贞 对 全一手册没再看卸张艺 我跟你讲 我大概就是只看第一遍 然后看完之后 我就把它丢旁边了 以后加班就不会再看 因为都是一样东西 对 像这张卡片的话 其实它的优惠 我就直接跟大家分享 这张卡片 它其实是有点 要来取代国内数码CocoCampo卡 因为我在2019年的简卡卡 里面提醒大家说 这个CocoCampo卡可以停掉了 对 到底有什么银行可以推出新的卡片来取代那个位置 基本上就是这张卡片 怎么讲跟大家讲 它在2019年如果你是华南银行的新户的部分 半年一年之前你都没有华南信用卡的部分 你可以加办这张卡片来使用 它的优惠的部分就是最高5%的网购回馈 但是上限是300元 这个跟2018年的CocoCampo卡的优惠是一样的 如果您是有再跟到一波早奶 就是在2018年的10月到12月那段时间 你已经有抢先生办指定的三张 就是很可爱的卡面 就是布丁狗什么鬼的 它也是爱玩过什么卡的系列的卡面 你就可以拿到上限为500块 但是每个月也是一样5%的优惠 这个目前的新户是只有上限300 你刷6000就到封顶 但是如果你是在12月15号以前已经有办下来 而且是新户 那你可以拿到的是每个月500块 每个月500块的话 就是你一个月可以刷1万 然后一年可以刷12万 其实是门槛天花板是比较高的 比较好 但是现在比较晚办没有关系 这张卡片现在给的5%回馈也非常的好 那华南它的部分就是说 如果你有绑定他的SNY账户 进行就是账户的自动扣角 那你还可以再多拿到0.5% 就变成5.5% 那另外一个0.5% 是你只要用这张卡片去购买他们的基金 有做基金交易的部分做扣角 那你一样可以再多拿到0.5% 所以总共最高就拿到6% 这个6%是非常的厉害 但是问题就是说 不是每个人都觉得去买基金是划算的交易 所以有些人说他最高就是5.5%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其实他是指定限定卡 也是这两张卡片 对 那两张卡片其实都不错 那有人在猜说 我一口气办了两张卡片 一张是这个一张是这个 那事实上不是这样子 这张是其实我在两年前 两三年前我就已经办下来了 这个是他的那个 这是什么 这个是DC联盟的那个联名卡 那个卡面 对不对 他算他也是iCache联名卡 对 那就是说 人家在网络上面讲 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好的好康 但是他这个部分就是说 希望大家要低调 就简单跟大家分享 就是你这个卡面 这两张卡片 如果你把它绑在行动支付的部分 基本上他也是用给你 就是所谓的网络购物的回馈 但是请大家低调使用 这样子对 好 这个陈世伟说 华南网购对 爱网购生活卡没有错 对 好 再来 白美林说 国泰玉山 怎么现在大概一开始都猜两个 猜一个就好了好不好 第三名跟第四名呢 是有两个不同的银行 那你们只要猜中一个人 一个人猜一个 猜中了就可以拿一百 就这么简单 对 再来 林梦惠 台新跟中信 有机会 好 再来 FINFIN说 第一是 第一银行跟台新 对不对 第一是第一银行跟台新 对 6%有天花板吗 其实6%有天花板 好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张卡片 它的它的组成 是要分5%跟加码的0.5跟0.5 所以说你这个5%的部分 它最高上限是300 而如果你是去年12月15号之前办的话 是500 那这个0.5%的部分是上限是50块钱而已 这加码的0.5 那另外一个加码的50块钱 另外加码的0.5%应该上限也是50还是150 这要再去查一下 所以基本上你的总统统起来 你要根据不同的级据 然后来去看 它不是说最高就是上限 就是可以再多到多少这样子 这样额外去看 张月华 收到伞感觉不太好用 是吗 我之前有做一次开箱 然后那个伞就是怎么讲 我拿到一个瑕疵品 然后开起来就很难开 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 就是去年在Facebook的直播 后来我就跟华南的客服跟他讲说 我在直播的时候 这个东西打不开超丢脸的 你不可以帮我换一支 然后后来就再过一个月 然后我再做一次直播 那个伞就很好用 我跟大家分享 这个伞目前还在我家 就在这儿 有没有 它其实不会难用 给大家看一下 对 你看我这样子看 它就开了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还好 我觉得它这个算是好开 也是好关 对啊 我的天啊 竟然把我的这个弄掉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拿到的是瑕疵品 你可以打个电话去跟华南讲 那他就可以就是帮你换一支 像我这支也是后来换过的 好 真的是不错用 对 我就是如果在两边出门 就是用整个如果有下雨换一样 哈哈哈哈哈哈 基本上的话这张卡片就是 他的分享就到这边 就是爱网购生活卡 我个人觉得它是 2019年可以取代 就是cococombo卡 这是很不错的卡片 因为它连绑在行动植物上面 都有回馈 这个很不错 比如说你可以把它绑在接口上面 然后进行那个随便的奖费 所以你有回馈哦 这个5%真的是 大家好好把握 真的